因為狀況是想這兩天 忽然多了好多隱藏角色 就以前根本不知道是誰了 什麼台灣新故鄉智庫協會的學者孫鳳群 聽都沒聽過 然後什麼金華城的監察人張志成 然後什麼沈春池文教經紀會秘書長佟中白 威京集團法務經理陳俊源 一大堆都是隱藏角色 可是阿串 你說這些隱藏角色 不會莫名其妙扶輸檯面 一定有人招供了 那當然大家一開始看到這些名字就開始Google 這是上週五的狀況 大家就開始Google這些人 那唐中白比較Google 因為他以前是一位記者 所以就比較容易找到主播 可是後來這幾位都奇怪這幾位是誰 去找了結果 四叉貓人在日本 還沒回來 他就發現這些人都有捐錢 給沈欣欣欣 沒有 捐錢給民眾 對 不是捐給柯文哲選總統 對 是捐給了民眾黨 就是這邊 就是這邊 可是很特別 各位注意看喔 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譬如說我去張志成 3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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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 10萬 他就會去匯30萬 就好啊 對 他為什麼要拆成這樣 不知道 是匯到三個 三個帳戶去嗎 還是怎麼樣 可是匯也是只有匯到民眾黨 對 這個當然就是 是這個檢聯去查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請問了 就是說這些人裡頭 有沒有 就是說他們的名字都有在上面 那有沒有名字沒在上面 是用家人的名字匯的 有可能 這個也有可能嘛 對 好 剛剛講那個孫鳳群 孫鳳群啊 在今年的1月26號 民眾黨還給了他薪水 民眾黨 喔 政治現金專戶給了他12萬 12萬 所以他跟民眾黨之間是有金流的 對 所以剛剛這個冠廷講說 那他的這個金流 如果是柯文哲的總統選舉的帳戶給的 民眾黨給的 或者是金華的任何一家子公司 對 那如果找了這個孫鳳群 那會不會 這個孫鳳群 那會不會找別人 也會啊 不然台北在找他 那人也會 對 簡單講他名不見金傳嘛 可是他們這個智庫裡頭的人才很多 有些我們名字都聽過了 對 那些人有沒有查 為什麼特別去找這個人查 然後你還給了他11萬 12萬 12萬是封口費 工作費 還是出席費 就搞不清楚 然後呢剛剛講說這個背信 如果李文中的背信是眾望 那柯文哲如果 如果是柯文哲 然後用黨的錢或用選舉的總統選舉的正確信任贓戶 給了新故鄉的一個學者 12萬 對 那又是什麼概念 那個錢就 年年之後就說你是背信 對 你拿A公司 A團體的錢 轉到給B公司 我跟你講照道理這些學者 每次去開會啊 就是2500塊 就是你以前的樣子 對啦 2500塊 以前2000還變2500 那有些智庫啊 像有兩個 四個字的智庫 他都給1000 哪四個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吃一個便當啦 對 沒有錢的智庫就是這樣嘛 所以 這個人為什麼 柯文哲要給他12萬 到底是什麼事情 搞不好也是跟這個案子有明顯相關 對 好 那這些人陸陸續續 有的就是被 請回請回請回 像這些秘書啊 這些秘書就是行程秘書 為什麼還約柯文哲的潛水戶陳文中 剛剛又被約一次 剛剛又被約一次 然後柯文哲行程秘書 黃新香 欸他被約的時候還跟媒體比 他氣到這樣 他是這幾年才加入柯文哲團隊 對 他不是很早 那這些行程秘書去幹嘛 包括這些秘書去幹嘛 其實不難理解 就是說 他們在看柯文哲的行程表裡頭啊 我們上次不是有一個1500嗎 對 陳慶經1500對不對 那1500 柯文哲的行程裡頭 是不是都有 那個名字之後有記錄時間 對 還是都根本沒有人在記錄時間 對 時間是在另外一個欄位 或者是說 這個柯文哲去逃租營的那個行程 是柯文哲打電話給行程秘書 說幫我排進去 還是柯文哲自己排進去 等一下阿川你講到重點 因為你曾經是局長 你是有行程秘書的 對 你知道行程秘書是幹嘛的 你也知道行程秘書掌握多少資訊 可是時間關係 我們就按廣告 回來讓阿川好好分析 為什麼要約柯文哲的誰戶 行程秘書 機要秘書 而且一次約了四個人 而行程秘書還氣到跟媒體比 自從審信機給檢察官問了十個小時之後 竟然非常多的隱藏人物全部都浮現了 裡面有什麼呢 有柯文哲新故鄉智庫的學者孫鳳群 裡面有什麼呢 一大堆的什麼什麼精華層的監察人 精華租賃的負責人 精華的財務人員 精華的法務經理 審存此文道經濟會的秘書長同裝板 這些都是過去沒有浮現的角色 裡面很多都是積壓的積壓的被告 一百五十萬交保 給他抓緊說最大關鍵是柯文哲身邊的四大秘書 隨乎行程秘書 兩個機要秘書全被抓了 這些行程秘書或秘書 有些是在辦公室起行程的 對 有些是要跟出去行程 隨行秘書 那有些是前置人員 他就可能這個市長九點要來 他可能八點五十來去看 先去採線 從哪個門進 等一下我們市長是站這裡 還是站這裡 以前桌冠頂常常做這種事 那這些行程秘書 很重要就是 首長在看他的行程的時候 有時候他就自己去 可以去行程的可能是五六個人 就自己去 這個活動的聯絡人是誰 對不對 所以如果簡單講 我以桃朱影院做例子 如果桃朱影院裡頭 柯文哲現在承認的是選後有去 對 那選前去他只要問陳文忠 選前 就你跟柯文哲去幾次 是 大概幾月的時候 你有去 你去你都是在樓下等 還是你都上去 對 問他就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再被約一次 那一定是在多那個行程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忽然這麼多隱藏人物 省慶金 在九月二十五的提訓很關鍵 九月二十五他一點三十五分進去 十一點五十七分出來 出來的時候精神奕奕 這不是只有九月多 各位記得他第一次進去 九月九號 做倫理進去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還 就是很正常 對對對 那我那時候不是有講嗎 招播人只要說出來 套出來 套出來 進行就好了 現在九二五這個進去十個小時 對不對 十個小時一定講很多的啦 有些人說 陳靜靜會不會講 他說啊 金華城的事業怎樣怎樣 他七八十歲了 七八十歲 剛好需要關事業 快回家人找人家 我來插一插一插 對嗎 你要金華城 你講我不會 全部都行你 我沒有了 我就要回來而已 反正行為罪律師也提過 行為罪還沒十年 對啊 行為罪不會關很久了 你如果一次全部講出來 為什麼二十九路的搜索 上禮拜 一定是沈靜靜全招了 一定是沈靜靜說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名單 對 控制我對一個辦公室 對一個桌子 你們都還沒遮到 對 裡面密碼多少 我跟你說 你去那裡客戶 所以法官就二十九路搜索 二十九路搜索 二十九路搜索不一定是這些人的相關 對 好不好沈靜靜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地方 沈靜靜講出來 所以才說沈靜靜之前進去的時候 還掛尿袋 對 而現在呢 傍晚在後審室等待 不需要摻扶 即可站起來 即可站立 對 而且還對著鐵籃杆 悠悠的吹口哨 我跟你說 這一個 一般的搜索 你會站起來 都是受到刺激 對 那搜到那裡 這樣 這樣 就趕走 對 沈靜靜按照 鍾小平的說法 是 他應該在吹著口哨的 歌詞的名字叫 給我一個吻 為什麼 鍾小平說沈靜靜 每次都唱這首歌 唉唷 所以他吹口哨應該就是 表示他心情好 心情好啦 你現在叫你心情 你現在怎麼吹口哨 你現在沒有特別開心的事啊 對不對 除非今天晚上收視率很高 明天很好就 就吹口哨 期望壞的時候 怎麼吹口哨都吹不出來 對啊 給你 到哪個月 到哪個月